这不是一本历史学著作 但历史学家可以从中得到大量显为人知的可靠史料 这不是一本经济学著作 但对中国经济改革做了深刻的经济分析 这不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却给读者提供了许多政治方面的论述 这不是一部社会学著作 人们却可以从中了解中国二十年的社会变迁 这是一本学术著作 但读起来让他轻松愉快 作者用生动文笔表述了深邃的学术见解 杨继绳著邓小平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年纪时 第一章 毛泽东的遗产 第四节 面临改革浪潮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的制度遗产 毛泽东一个最重要的遗产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呢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把中国放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环境中来考察 才能准确认定毛泽东逝世以后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 对于这个问题 我同曾经任贵州省委书记 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朱厚泽先生 进行过讨论 下面的内容吸收了他的看法 社会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 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改革目标 要考察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就必须考虑 19世纪末 20世纪初 国际上的种种危机 19世纪中叶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工人 农民 生活状况 愈加恶化 工人每天工作长达 16到18个小时 工资很低 食不果腹 工人中开展了 自发的捣毁机器的运动 法国在1831年和1834年 发生了两次工人起义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也给劳动群众带来了灾难 1834年 50万工人在短时期 很快就组成了全国工会大同盟 组织了大规模的示威 从1838年到1848年 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 三次规模宏大的宪章运动 在德国 纺织业中心西里西亚 3.6万名工人中 就有6000人直接死于饥饿 1844年 西里西亚爆发了 震撼全欧的仿制工人大起义 1848年 滚滚的革命浪潮 淹没了欧洲大地 从巴勒摩到巴黎 从柏林到维也纳 从布拉格到布达佩斯 都爆发了革命 从1873年到1895年 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衰退 企业破产 银行倒闭 股票暴跌 这显示了早期资本主义 调节手段的无力 也显示了早期资本主义 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几年的战争将欧洲打翻在地 加快了英国的衰落 加强了美国的力量 却丝毫没有解决 1914年以前出现的 种种内在矛盾 反而加深了危机 对于资本主义的弊端 自19世纪以来 文学家 哲学家 社会学家 经济学家 都用各自不同的武器 进行过尖锐的批判 深刻地揭示了当时的社会危机 早期资本主义 到底有哪些危机呢 一是贫富悬殊 工人阶级贫困化 造成了尖锐的阶级矛盾 和社会矛盾 二是个别资本家 占有巨额的生产资料 和完全放任的自由经济 造成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 从而引发社会周期性的动荡 三是人与人的关系 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谎言和真理 泪水和微笑 良心和尊严 都可以变成商品出卖 金钱淹没了真理 正义 道德 埋葬了融洽 与和谐 这些危机造成了不停息的社会动荡 造成了不停息的冲突和战争 二十世纪初 人们面对这些社会危机 做出了种种的思考和探索 其中变为大规模的社会实践的 有四条道路 法西斯主义是资本主义在失望中 寻求的第一种出路 法西斯的本来意义 是古罗马执政官权力的标志 既用红带捆绑的一束棍棒 上面插着斧头 象征众人团结一致 服从一个权威 法西斯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针锋相对的提出了信仰 服从战斗 在意大利 法西斯的领袖莫索里尼 在1902年至1914年间 曾经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激派 后来他成为了法西斯主义的 代表人物之一 成为了希特勒的重要帮凶 即使是希特勒这样的法西斯头子 当时也提倡国家社会主义 不过他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 实际上是一种极权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 他认为亚利安人是世界上 唯一富有创造力的种族 对其他种族 特别是对犹太民族 实行了种族灭绝 纳粹党在1920年的纲领中 就提出了对大股份公司 实行国有化 法西斯主义有三个特征 一是以一个有高度权威的领袖 为中心的极权统治 二是反对民主 扼杀人权 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 三是在经济上 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 实行高度集中的 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 四是在口头上宣称 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些特征对当时的社会问题 有一定的针对性 法西斯主义也是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苦于没有出路的情况下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处于失望和贫困的深渊中的德国 法西斯有很大的号召力 有一大批狂热的信徒 寻找出路的第二种探索 是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 这实际上就是列宁批判过的 第二国际的思想 在北欧一些国家的实践 他不主张以革命的方式 建立社会主义社会 提倡按照现行的政治程序 实行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 和平渐进的演变 德国理论家伯恩施坦 在1899年出版的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一书中 对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灭亡的观点 提出异议 指出资本主义正在克服自身的缺点 如失业 生产过剩 财富分配不均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社会民主党在一些国家执政 如联邦德国 瑞典 挪威 芬兰等 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特征是 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 实行和平过渡 实行民主政治 反对极权主义 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 但不实行国家所有制 实行大规模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种探索 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不断完善和改革 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在困苦中不断地从自身演进和改革中 寻求出路 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劳和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 劳和乔治曾任英国首相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几年间 是英国政界的首要人物 1911年他提出了国民保险法 对患病和失业者给予补助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阶级矛盾 劳和乔治是现代福利国家的先驱 民主党人罗斯福在1932年的大选中 击败了胡福成为美国第32届总统 接着罗斯福新政很快出台 新政包括一系列的法案 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妥协方案 如禁止同工 工作周在办公室实行40小时工作制 在工业部门则为35个小时 并且规定了最低工资 工人可以自由组织起来 可以推选自己的代表 劳和乔治和罗斯福的改革 限制了资本主义制度中最残酷的方面 从而减少了社会摩擦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资本主义制度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变革 第一 工会不断发展 逐渐成为一支社会平衡力量 工会不是致力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而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它保证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 得到相当稳定的份额 工人收入的增加 也就增加了社会需求 从而缓和了生产过剩的矛盾 第二 实行社会福利制度 如上面所介绍的英国的劳和乔治和美国的罗斯福 所做的努力 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 社会福利更加完善 第三 国家干预经济 资本主义的这一项改造 是和凯恩斯的名字连在一起的 最初的意图是 用国家预算来补偿 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总需求一旦不足 国家就采取减免税收 或者增加开支的办法 或者兼而用之 用以提高需求和生产 恢复充分就业 第四 私人独资企业逐渐变为股分值公司 股票分散化 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资料 1952年 美国仅有650万人持有股票 占总人口的4% 1980年 有2980万人持有股票 占总人口的13% 西门子公司今天 仍然是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 但是西门子家族的股份只占4% 这家公司的董事会中 已经没有西门子家族的成员了 与此同时 不少企业职工 都拥有股权 第五 经理阶层的出现 接管了私人资本家的管理权利 企业再也不是由资本家本人来管理了 而是由专业知识的管理人才来管理 这些管理人员也是受聘的 他在这个企业可能没有股份 他的财富就是管理业绩 而不是股票 他的管理业绩显著 名声雀起 各家公司就争相的聘请他 他的工资可以高于总统 他的管理业绩不好 就会声誉扫地 就没人聘请他 第四种探索就是由列宁开创的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学说 由来已久 其思想起源可以追溯到墨尔的乌托邦 后来发展为各种流派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词出现于1830年前后 例如法国的圣西门 富丽叶 英国的欧文等 所有以前的社会主义 可以说都是一些支流 他们最后都汇入了马克思主义运动 马克思把德国的哲学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 以及当时他所了解的一切优秀成果 批判地结合起来 从而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设想 社会主义只能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国家才能实现 列宁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有的历史机遇 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 在贫穷的俄国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 列宁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 中国人是很熟悉的 列宁所开创的十月革命的道路 被一些不发达的国家所效仿 中国也走上了这条道路 当然 中国能走上这条道路 是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各种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并不是个别人的意志所能决定的 以上四种道路几乎同时在20世纪壮阔的历史舞台上进行了实验 到20世纪末 实践基本做出了结论 法西斯道路受到了全人类的唾弃 虽然到20世纪末还有一些信徒 他们不可能再掀起大的风浪了 社会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基本合流了 而资本主义的自我改革造就了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100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 比过去一切时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的话 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半个世纪 资本主义所造就的生产力又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整整300年的总和 由列宁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斯大林手中成了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 即苏联社会主义制度 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成为一些落后国家的旗帜 在十几个国家中掌握了政权 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 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工业化 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 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 但是从60年代以后 这种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 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 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 它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 经济发展缓慢 它的无休止的内部的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 在辉煌的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 到毛泽东的晚年 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进行改革 并且逐渐形成了席卷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浪潮 在新中国成立以前 毛泽东并不急于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 而是想建立新民主主义制度 1945年4月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 我们是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在中国和亚洲 南美国家中将来还有用 它还批评了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民粹主义倾向 就是直接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 不经过资本主义 毛泽东后来放弃了新民主主义 而且批评了主张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刘少奇 这中间是如何转变的 著名学者于光远先生有专门的著作 对此做过论述 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苏联移植过来的 毛泽东结合中国的国情有所创新 但基本特征还是相同的 毛泽东留下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是 第一 生产资料 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 在农业方面 毛泽东逝世时 以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和生产队为主 还有2093个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 1980年 全国有农村人民公社5.4万个 生产大队71万个 生产队566万个 有1.7亿户 8亿人口 3亿劳动力参加人民公社 农村私营经济基本绝迹 一切土地都是集体种植 60年代曾经给每户农民留下一点种菜的自留地 在文化大革命中 自留地也以各资本主义委为的名义收归集体了 在工业生产总值中 全民所有制工业1978年占80.8% 集体所有制工业占19.2% 没有私营工业 在社会零售商品总额中 国营商店国营商业占90.7% 集体所有制商业占7.2% 个体商业只占0.1% 农民对非农民居民的零售额占2% 第二 人剥削人的现象基本消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概念 所谓的剥削就是一部分人凭借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 无偿地占有另外一部分人的剩余劳动 1956年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 私人基本没有占有生产资料 也就不可能有剥削 而且出租土地 房屋 私人借贷等被禁止 公司合营以后的资本家 开始几年还可以拿定息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定息也被取消了 故宫也被禁止 到60年代 由于把商业也作为剥削 连小商 小贩也没人敢做 虽然私人不能占有别人的剩余劳动 但劳动者的大量剩余劳动被国家占有 国家把这些剩余劳动所积累的财富 一部分用于建设 一部分因为决策失误等原因而浪费了 第三 实行计划经济 主要经济活动都纳入了国家计划 国家统管的物资700多种 财政统收统支 产品统购统销 外贸统进统出 第四 坚持按劳分配原则 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原则而已 真正的按劳分配是没有的 说的是实行八级工资 指实际上多年没有调工资 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大多数是二级工 到了文化大革命 连按劳分配也被说成是资产阶级法权 而加以劈阀 在分配方面 中国比苏联还要社会主义 毛泽东还批评苏联的物质利益原则 在农村 农民计大债式公分 计吃大锅饭 第五 承认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但是不承认商品经济 还认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是产生资产阶级的温床 迟早要消灭 第六 在政治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 造就了中国社会 一种特有的基层社会结构 经过城市社会主义改造 和农村合作化以后 商品货币关系几乎中断 在城市和农村 形成了同购同体的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 在城市是市 区 街道办事处 居委会 居民组 居民 在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找到 和另外一个城市相同的结构 和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 在农村是省 地 县 公社 大队 小队 社员 在任何一个乡村都可以找到 与另一个遥远的乡村 相对应的层次和角色 在政府机构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各部委 中共省委 省政府各委办局 中共市委 市各委办局 中共县委 县各局 这种同购同体的社会结构 使社会结构稳定 社会成员角色简单 社会成员的行为特征同一化 政府机构金字塔 城市结构金字塔 农村结构金字塔 交织成金字塔网络 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被限定在 这一网络的每一个网眼上 社会成员不能流动 社会成员之间也没有交换关系 这种社会结构便于高度集中管理 也排斥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 在建国初期 在经济规模比较小 经济结构比较简单 经济对外交往比较少的情况下 这套制度曾经发挥过积极作用 它较好的集中了国力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 建成了相当规模的工业基础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 这套制度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令人尴尬的是 几十年实践的结果 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的理论 和它的实践出现了强烈的反差 理论认为 计划经济能够保证 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 防止资本主义那种经济危机 但实践上 计划经济也经常出现比例失调 不得不周期性地进行经济调整 每一次调整 就是对生产力的一次破坏 理论上认为 社会主义会逐渐消灭城乡差别 但实践中 几十年来城乡差别却越来越大 理论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的国家 人民真正当家做主 但实践中 群众很难表达自己的意志 只有少数的领导人说了算 理论上 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国家就要逐渐消亡 但实践中 国家的功能却不断地在强化 理论上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廉价政府 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最轻 但实践中 国家政府机构空前庞大 行政开支的负担越来越沉重 在其他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 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在毛泽东的晚年 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改革 这时毛泽东看到了面临的危机 所以他在给江青的信中说 全世界一百多个党 大多数不信马列了 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 即使这种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很多问题 毛泽东也是不允许别人反对的 他说 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 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我们就要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但是不管怎么说 毛泽东留下的就是一个问题丛生 面临改革浪潮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 欢迎继续收听第五节 有待重新构筑的价值体系 毛泽东的思想遗产